缩缆全球市场聚焦今日热点 大家好 欢迎收看全球财经连线 1月19日 投资者继续担心美债收益率走高 以及美联储收紧货币政策 美股主要股指大幅收低 其中纳指下跌1.15% 爆14340.26点 纳指收盘跌入技术性回调区间 较去年11月的高位跌距10% 由于阿联酋遭受袭击引发市场 对中东地缘政治风险升级的担忧 国际油价19日收盘显著上涨 截至收盘 2月交割的美国原油期货上涨1.79% 爆每桶86.96美元 创2014年10月9日以来新高 3月交割的布伦特原油上涨1.06% 爆每桶88.44美元 1月20日 中国央行发布一年期LPR为3.7% 下降10个基点 5年期以上LPR为4.6% 下降5个基点 而是7日 央行刚刚将MLFOMO各下降10个基点 与此同时 美联储不断释放即将加息的信号 那么中美不同的货币政策 对市场有何影响 我们来连线中国民生银行 首席研究员温斌 温老师您好 中国和美国货币政策操作不同 这对市场有哪些影响 那的确我们看到中美的经济周期 也出现了一个不同步 那么在货币政策方面 也出现了一个不同步的特征 那么从外部环境来看 美国的通胀率在上个月达到了7% 创了一个40年来的一个新高 所以这个也是美联储货币政策 转向是在加快 市场的普遍预期 在今年的3月份 美联储将会结束购债的 这样的一个计划 同时将开启加息和塑表 这样一个进程 那么这样的话 毫无疑问 美联储的货币政策的变化 会带来很强的益处效应 这个也会导致全球金融市场的一个波动 包括引起国际资本流动的一个变化 那么对于我们国家而言 我国是作为一个大国的经济体 我们的货币政策 还是要以我来为主 那么这个就是要 针对我们当前的经济形势 通胀情况 就业状况 以及国际收支的状况 综合来针对我们的货币政策 进行调整 那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我们国内 还是面临着三重的压力 是需要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 再做好跨周期和逆周期的这样的一个结合 这样的话 使我们的经济能够运行在一个合理的区间 所以从对这个金融市场 特别是对资本市场来看 我觉得从中长期 还是会带来一个利好的这样一个支撑 一方面呢 我们的这个货币政策 下个阶段实际上还要根据形势的变化 仍然是有宽松的空间 从近期央行 这个负责人的这个表态来看 未来还可以在货币政策工具箱这块 还可以在进一步的加大力度 是吧 那么怎么理解货币政策工具箱的这个加大力度 我想呢 一个呢 就是要在这个规模这个方面 是吧 那么现在在这个 央行的货币政策工具 还是非常的充足 包括从管准备金率 是吧 MLF 逆回购 是吧 可以通过保持足够的这个数量 是吧 使我们的流动性保持一个合理的这个充裕 另外一块呢 还可以在这个价格的方面 进一步的降低 金融体系的这个资金成本 引导金融机构 降低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 所以呢 在央行这个货币政策充足的这个背景下 是有助于我们当前啊 稳定 稳定我们的市场的预期 同时呢 可以有效的鼓励 我们的企业居民扩大投资和消费 使我们的进一步的扩大和稳定我们的这个总需求 这样的话呢 对于上市公司而言呢 是吧 可以起到两方面的这个作用 一个呢 融资成本的降低 是吧 直接是对企业的这个金融状况会带来的这个改善 另外一方面呢 这个利率的政策的下调 有助于扩大总需求 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呢 使我们的整个的市场的这个环境 是吧 趋于这个这个继续的这个回升 这样的话也会为我们的上市公司的业绩的改善 是吧 增加销售 改善业绩啊 也会提供这样的一个一个前提 好的 谢谢文老师 2022全国地方两会密集开幕 各地2021年经济社会发展成绩单陆续出路 今年的地方政府工作报告有哪些亮点 让我们来连线前方记者一一解读 我们先请南方财经全媒体记者李震 介绍下广东的情况 你好李震 好的主持人 从2022年广东省政府工作报告看 过去一年广东各领域发展的成绩单来之不易 GDP达到了12.4万亿 同比增长8% 这背后体现了广东在经济结构调整 和产业转型升级方面的成效 但更重要的是 给出了新一年广东发展的任务书 可以从几大关键词来看 2022年广东将纵深推进双区建设 和深圳的综合改革试点 全面推进 横琴前海两个合作区建设 加快建设高水平的科技创新强省 提升制造业的核心竞争力 加快推进制造强省建设等等 我们可以从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 来分析稳资当头 稳中求进背景下 广东接下来的发展的总体思路 从投资来看 今年内外部都还存在不确定性 因此要更加强调投资精准性的问题 从广东今年的安排来看 投资重点鲜明 超前配置 即突出了对自身循环能力的提升 例如 继续加大了对交通基础设施的投资 又突出了自身短板弱项的解决 例如加强了对越东西北公共服务的投资 还突出了对自身产业结构调整的拉动 如加大了科技创新投入等 当然从消费来看 很大程度上的决定性因素在于收入的提升 从这一点上来看 农村人均的收入要提升 以推动农村消费潜能的释放 那从出口来看 2022年的微与机并存 一方面如果国外的产能恢复 那会对广东的出口造成一定的挑战 但总的来看 广东一大稳的思路 是多错并举的扩大内需 稳定外需 因此广东要针对行业 提供精准有效的支撑和引导 利用好现有的政策及条件 那另外呢 从政府工作报告来看 广东作为制造业大省 接下来还会在稳工业上下功夫 例如稳定企业的生产能力 开工规模 特别是中小民营企业 而稳工业的思路并不再是 单纯的依靠简单的投入来做大规模 而是要靠聚焦优势产业 做强特色产业 瞄准新兴产业 抓关键企业 健全链长制 培育链主 单向冠军和专精特新企业 有效的针对性的补链强烈 好的主持人 这是南方财经全媒体记者 从广东省两会前方发来的报道 好的谢谢李震 看完广东 我们再来看看上海的情况 与广东一样 今年上海经济也表现亮眼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蒲雨晴 将为我们带来他的观察 你好雨晴 好的主持人 那么我们来看 继北京2021年GDP破了4万亿之后 上海也官宣达成了这一数额 今天上海市市场公正 在做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 2021年上海全市的生产总值 突破了4万亿大关 达到了4.32万亿元 增速也是达到了8.1% 是与全国的平均水平是相当的 那我们看到呢 具体到产业 它的经济发展是更加注重 依靠创新来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在扩内需 文外需上面都有同步发力 那尤其是在集成电路 生物医药 人工智能 这三大产业的制造业产值增长 已经达到了18.3% 全社会的研发经费支出 相当于全市生产总值的比例 保持在4.1%左右 那其次在消费方面呢 2021年上海通过举办 55购物节等一些重大的促消费的措施 已经新增手电1078家 这一速度呢 也是全国第一 也正如市长在报告中所说的 要把科技创新之火燃得更旺 大力激发全社会的创造活力 那么对于2022年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 可以看到 2022年GDP的增速要达到5.5%左右 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 也要相当于全市生产总值的比例 4.2%左右 作为整个外房输入压力最大的城市之一 上海已经累计接种疫苗超过5100万剂次 有2200多万人完成了全程接种 680多万人接种了加强针 在流调方面 坚持事不过夜 一块质块两小时内到达现场 4小时内完成流行病学核心信息调查 24小时内完成核酸检测 区域调控 转运隔离等工作 那据了解 目前上海每日最大的核酸检测能力 已经能提高到95万分以上 好的 谢谢雨晴 当地时间1月19日 美国总统拜登在白宫就职认一周年发表讲话 拜登表示 过去一年充满挑战 但也是进步巨大的一年 那么拜登在过去一年究竟表现如何 面对即将到来的中期选举 拜登在2022年会面临哪些挑战 我们现在来联系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吕湘 吕老师您好 拜登在发布会上表示 过去一年美国就业市场复苏 疫苗接种率提高 您如何评价拜登在过去一年的表现 我们觉得从拜登政府执政以来 其实美国面临的一个最大的问题 就是表面看起来是失业率得到了极大的降低 但是事实上它是直接的原因 是劳动力的直接损失 造成的一个失业率低的这么一个假象 这是很多人没有谈到的一个话题 就是实际上美国新冠疫情造成的劳动力的损失是非常巨大的 而我们从去年底的美国官方统计的数字来看 在全部当时这个81万的死亡人数中 这个18到29岁的这个群体占25% 也就是21万的青壮年死于新冠 这个对于一个成熟的劳动市场来说 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审值 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美国在供应链上的乱象 跟这个劳动力的直接死亡 直接的这种损失是直接相关的 那当然我们会看到美国经济在这一年的其他方面的表现 第一呢当然就是说这个拜登继承了特朗普 后期的这个无上限的两半政策 现在这个结果就是明显有那么几个结果 首先呢是通胀对吧 这个通胀现在是老百姓在生活中已经真切感觉到的 这种难以承受的一个痛苦 第二呢是股市的这个超级的繁荣 那现在道琼斯在三万六这个区间在这么高位徘徊 实际上我个人理解是因为这个无限量量宽 无上限的量宽导致着这个流动性的富裕 结果股市成了一个大的蓄水池 而蓄水池在平常是一个可以起到这个缓解 这个通胀啊 这个去挤资金的作用 但现在实际上不是到了这个位置 我们认为已经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延伤 而这个对未来的影响会非常的巨大 那么第三点就是除了刚才我们提到新冠造成的 直接造成的这个劳动力损失之外 而另外是刚才美国的统计大概数以百万计的这个没有确切的数字 数以百万计的劳动人口退出了这个无限期的退出了劳动力市场 有几百万人倒退休等等 而这些都是美国现在面临的巨大的问题 那么未来几个月啊 我们看其实拜登的考验在未来几个月还会加剧 还会加剧 我想有这么三点是值得我们这个观察的 观察这个北京政府的走向呢 第一呢 我觉得这个劳动力不足将使得美国产能不足的问题进一步落下 美国本国国内的产业链的锻炼也会呈现更多的问题 因为现在这个劳动力的这个劳动市场的景的状态 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不会缓解 第二呢 这个通胀这个会持续 我们看到今年上半年美联储就不得不采取加剧说表的政策 这个我们要仔细观察这个美联储什么时候开始 但我相信不久就会开始 那么这个美联储一加息 我们知道美联储加息的最大的这个可能性 就是会引发一场股灾 就是股票市场这个对加息是最敏感的 所以这个燕塞湖 美国股市形成的这个燕塞湖 会不会有一个缺口造成它的崩塌 这也是我们今年要仔细观察的事情 至于拜登 其他方面 比如说通过的这个1万亿美元的极限计划 到现在为止我们还不知道它执行到什么程度 所以既然会不会成为拜登时代的又一个笑话 我不敢说 我认为这个即使它能实施一部分的话 最后能够取得拉动美国经济发展的这样一个预期 我觉得也是很难实现 在外交领域 拜登也有不少动作 比如访问欧洲 重返巴黎协定 阿富汗撤军等 您怎么评价拜登的外交成就 外交我认为是一个 毫无进展的一年的外交 事实上这个从6月份开始 它试图在外交上有所表现 而机会变化当然已支持民主党 这个所主张的关键政策 但是在这个问题上 我们知道在美国的两党制下 公毕以及它在背后有不同的组装 其实拜登能做的并不动 他今天回到马力协议 想到假如说下一届或者下小届 他下台又会有另外一套组装 现在这个问题实际上在他民主党内部也形成了 这个缝隙 这个比如说来自西部基尼亚州的这个民主党参议员 实际上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完全碰到了共和党一边 因为西部基尼亚是美国煤的最重要的产品 他们不愿意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 会影响他们的煤的产出 所以这个归根到底 美国在气候变化上能走多远 它是美国的主要利益集团博弈的节目 这个美国的行政当局说实在很难形成一个独立的持续的政策 可能能持续三年四年 甚至最多有可能会有八年 但是这个一个完全一致的政策 我们是很期望的 今年美国将迎来中期选举 您认为拜登的执政之路将面临哪些挑战呢 戴政现在非常艰难了 因为他的支持率从他执政夫妻 有高达这个振的25%的净支持率 到现在是盘厂到19号 美国最新的我看到的这个RCP的均数 就是一个移动的平均数 是到了-12% 也就是说他的禁止持续下跌了将近30% 这个在历史上包括特安股在内的所有历届总统中 这个下跌幅度是最大的 从来没有一届总统 从正的25%下跌到负的12% 这样的一个程度 对他来说 对他个人的脸面来说 对他整个执政团队来说 对整个民主党来说 这都不是好消息 甚至我们可以说 拜登短短一年时间 就已经变成了民主党的这个负资产 但是我们这也要强调一下 就是民主党现在失去了一个势能 但是这并不表示 共和党就获得了更大的燃料 这个并不是说人们不支持民主党 就一定支持共和党 它很可能会出现一个低投票率的这个情况 结果这个我们现在还很难预知 好的谢谢李老师 以上就是本期全球财经年限的全部内容 感谢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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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